好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黄 名有义 那在我记得几十年前 就开始说要开始 这个二十多岁 年轻气盛 想要说出来做一些生意 赚多点钱 因为一做生意 人家就叫我什么 Lobban 哇 这么爽听的对 Lobban 没饭吃的Lobban才知道 那所以当时我就出来做了生意 后来呢 生意做 做不止 后来做到扑该了 这样子讲 OK 明白说什么 做到扑该 当时不止生意失败 我的家庭也破裂 所以那个中午做一个选择之后呢 到了晚上我记得 那个晚上我就站在窗边 我住在高楼 OK 我站在窗边 站在窗边 我一整晚一直喝着酒 我还记得喝着红酒 因为那时候流行啊 那么一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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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的酒 灌的酒流着眼泪看着楼下 OK 你们测一测 当时我想干嘛 想做Standman 特技演员 想要翻个跟斗下去 希望他能够站着 OK 我一直站 一直喝 一直喝 一直站 站到早晨 早上太阳 升了起来 当时的我看到太阳升了起来 为什么 不用面对了 对不对 逃避了 对不对 昨天的事情还没解决呢 今天来咯 对不对 我要怎么死 今天我应该怎么死 昨天死不了 今天应该怎么死 所以多么希望一直能够沉淀在那个黑夜 晚上 逃避 不用面对 对不对 这是人的心理 对不对 突然间我第三只眼长得出来 我发现我的家的风水 从那一刻开始 我发现我家的南方 就是我家的前面 南方 有一间空屋 我住在那里十年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有意思地去对待过 我发现有一间空屋 请问南方是什么过 离瓜 对不对 离瓜代表文书 代表心 代表合约 代表等等的 你要懂得这种代表 它是这个能量厂是这样子代表 好 当时我做一个生意 我需不需要有合约 我需不需要有交际 能力 需不需要 但是我的离瓜有问题 南方有问题 但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好 我的合约也拿不到 搞不好 所以当时所谓这个瓜被空掉 顾名思义 合约就被空掉 一被空掉之后 没合约 没合约怎么有生意 对不对 后来我看去我家的右边 西南方 请问西南方是什么瓜呢 什么瓜 昆瓜 对不对 西南方 昆瓜方 昆瓜方代表什么呢 客户权 包括我们的收入 包括我们的稳定性 所以当时我看去我的西南方有什么 游乐场 对于不懂艺经的朋友 你说游乐场不是游乐场 我明白 但是游乐场对一个懂艺经的人 他属经 他属对瓜 这时候在我的昆瓜方 他会好谢我的昆瓜 因为昆瓜为什么五行 土啊 对不对 把空挂给耗谢掉 所以这时候把我的客户群给耗谢掉 所以越谢是越薄 也因此怎样呢 我的客户多不多 多不多 不多啊 对不对 死人啊 后来我看去我的西方 西方代表对瓜 对瓜代表口 代表讲话 OK 那么对瓜方呢 我们屋子啊 周边都有个电房嘛 对不对 供应店的 刚好我的西方就有个电房 OK 所以在电房在西方 电房顾名思义 你想一想 它是属于什么五行呢 火 火会刻 井 所以我西方也被刻 我一看下去之后 360度一看下去之后 我发现怎样 八卦里面我有六个卦是坏掉的 OK 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到什么是不好的风水 什么是凶的风水 什么是坏的风水 然后呢 赶快跑去我的office 用了一样的方式来看我office的风水 后来我发现怎么样 有差不多八十巴仙类似 OK 我想两个风水巧合吧 对不对 后来我又跑去我旧的office 就用一样的方式来看我office的那个风水 我发现怎么样 有七八十巴仙类似 那个早上我告诉你 我开悟了 我开悟了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命的人 你会有什么样的风水 OK 很多朋友呢 你经常怪你的风水 你搬了一个新的屋子之后呢 事业不理想等等不理想 后来你怎么样呢 你就会 哎呀 搬了坏的风水啊 都是风水让我不好 那请问谁选那个风水 谁选的那间家 自己 对不对 有些朋友讲说不是 是我老爸选的 请问是谁的老爸 你老爸对不对 我扁 没办法 OK 所以基本上都跟我们息息相关 我扁 没办法 吃不开 我是哪一位 小白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